台湾市厚挫国小单车环岛之旅 从民国99年开始 今年迈入了第10届 学校位在航空城开发范围 即将停止招生 今年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了 市长张山正特别亲自到现场 为小骑士们加油 18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台上宣誓 希望武动齐鸡 放眼台湾单车环岛活动 能够顺利完成 大院区厚挫国小 被称为全台湾级最远的小学 在民国99年就展开 第一届单车环岛之旅 今年活动迈入第10届 张山正市长亲自到场支持 这项单车环岛活动 肯定学校循序渐进 规划这个单车特色课程 让孩子在毕业前 完成单车环岛的目标 从第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 教骑脚踏车 到中高年级做体能的训练 所以准备了非常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不只是锻炼体能 而且在他们人生毕业的阶段 给他们设定一个挑战的目标 对他们发展未来的这种人生 其实也有非常好的鼓励作用 单车环岛队伍除了老师 与学生外 也有不少家长和志工 跟孩子一起踏上环岛之旅 家长表示 单车环岛让孩子锻炼意志力 突破体力限制 希望可以跟孩子一起玩棋 这次单车环岛全程1072公里 为期14天 张善罪市长跨上单车 陪同小骑士们起一段路 祝福他们 未来14天的旅程勇往直前 顺利完成单车环岛的目标